网上很火的清凉通人 据说每一个都超级解暑 第一个新加坡的苏克尔柠檬茶 据说这个在南方很多茶餐厅用的就是它 是同款 但不知道我们这没有茶餐厅 咱们看看喝着怎么样 这么多 好多 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这种 直接撕下来给它冲就行 这个是冷喝热喝都可以 但是网上都说热喝不好喝 所以咱们直接来冰块的 把这个茶倒进来了 然后冰块 OK 加清水 把它匀开 哇 很清新 就是那股柠檬味 很正 有点四层相识 我感觉有点像维他柠檬茶 不能说百分之百像 但是有点那个意思 冰冰凉凉的好爽啊 超级浓的柠檬味 非常清新 然后酸酸甜甜的回味啊 有点色 我感觉着有那么一丢丢 但是味道是真的好 而且我以为会很甜 因为它这里边第一个添加的就是糖嘛 但是喝着并没有感觉到很甜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个甜度啊 酸啊 什么的都很适中 嗯 怎么说呢 哈哈哈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啊 因为配料 我就不好说了啊 但是它这个价格真的是有足够便宜 我是十几块钱呀 买了二十来袋 相当于几毛钱一点 这么一杯 如果单从味道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啊 好喝的 嗯 第二个 酸梅糕 这个看着就很浓吧 确实是它不是直接喝的 因为这是那种浓缩的糕 要按一比十二去给它兑水才能喝 然后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酸梅精很火 就是那个酸梅粉 但是我看网上很多人说啊 这个酸梅糕其实冲出来要更好喝 咱们来试试 直接往里加 五小勺的这款 然后再加上这些水 哇 这个味是离老远就能闻着它 你知道吗 那种酸梅汤的味 就酸酸甜甜的非常开胃 而且像这种酸梅汤啊 是一定要加冰喝的 一口下去 特别的解暑 它这个配料啊 我觉得还是比较干净的吧 水 白耳糖 糖浆 后边乌梅 山楂 甘草 桂花 和香精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 嗯 这个是海底捞的同款 就这个咱也不知道啊 反正喝着还行 我感觉它这个冲出来酸味要更明显 比我以前喝的那酸梅汤更酸一点 就味更重一点 但是整体喝着就还好吧 跟外边卖的那个差不太多 我觉得 然后带着它这一大桶是一千克 倒是能喝挺久的 嗯 还行 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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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